就中央授权人大常委会制定香港国安法 在过去的周末 建制阵营收集了近38万个签名表示支持 而反对的市民则继续上街抗议 在接下来的纷争 会不会再演变成为好像逃犯条例的大应冲突呢 而在国安法的背后 又和目前的中美之争有没有关联 人员的股市下挫以及社会恐慌 又会不会激发下一波的移民潮呢 欢迎观众上网表达意见 次次平台星期日晚8点35分会和大家一起讨论 明镜与点点栏目